这个失言风扑的问题 因为赖清德他不是说 把中华民国当作两岸的护国神山 到底是要促进和平 还是给台湾带来灾难 他说啊拍赖 我漏假宪法两个字 但是呢 黄老明说 就算你讲成 你的原意是把中华民国宪法 当作是两岸的护国神山 好他说这句话呢 blah blah blah讲完 其实也是有问题啊 因为你在2020年的5月20号 你宣誓就职的时候 你说我会遵守宪法 那请问你要遵守的宪法 你现在说呢 它是会台湾带来灾难 那你是不是要接受 眼里的制裁了呢 好现在词话一出呢 大家也在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了 对啊 就算把这个宪法两个字加进去 这个整句话的逻辑 还是有问题啊 他甚至还说 我是三组候选人里头 唯一一个没有炒地 也没有炒房的候选人 柯文子就在笑他了 黑帮老大都不需要自己动手的啦 新潮流在做什么 你难道会不知道吗 那针对这个 这句话 侯友宜他也说了 他说 这个蔡英文的路线 如果真的这么好 为什么要断了九个邦交国 这句话其实我在那个 侯友宜的IG 他有剪成一个这个 小影片哦 其实也在网路上 也有在播送 那因为他就 因为这个赖清德就说啦 他是会延续 蔡英文的外交路线 让台湾呢 走出世界 让世界看见台湾 不会遵循国民党的老路 可是后宜就在笑他 如果真的这么的好 邦交国九个 怎么不见了 我们等于九票不见了 以后投票少了九票 九票多哦 那现在侯伴也反击 这个赖清德说的话啦 因为这个 赖清德不是说吗 他是里面 唯一没有炒地啦 没有炒房的人吗 但是这个侯伴就说 可是你在92年的时候 你买房是花了560万 这都是有资料的 然后呢2021年的时候 你就卖了嘛 当然 跨时空 你本来就是会赚钱 可是你赚的是一倍的钱 那同年呢 你又买了3200多万的新房 你等于再在台南赚翻了 那你提出的一个亲安贷款 没有年龄限制 超过 但是哦 超过四分级的购物者 是超过40岁 近200亿的贷款额度 没有给青年 你没有排付规定 你也没有收购规定 你等于说 只要你够有钱 你可以一间一间一间的买 那你到底是要照顾 无可的青年 还是要照顾有钱的人 所以他认为哦 这个赖清德 你抛出的亲安贷款 其实反而会衍生 未来的个炒房的疑虑哦 所以针对政策上面 现在侯伴在打他 针对这句话 侯伴也在打他 所以其实呢 到底赖清德 他昨天有没有失言 他说他自己 只是漏奖宪法 这两个字 只是呢 这个黄安明说 你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连赵若康也说 他不晓得赖清德的脑筋 在想什么 我们继续来听听 赖清德 他怎么讲到 是什么中华民国 如果是户国神山是灾难 他就说 他漏了两个字 口误 应该是中华民国宪法 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 中华民国宪法 就是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 那怎么可以说 不管是他讲中华民国也好 中华民国宪法也好 这都是保护我们的 怎么会变成灾难呢 我不知道赖清德 他脑筋想什么 我想他可能就 把他讲出来了 那跟呼应他是一个 所谓台独工作者 或是务实台独工作者 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 为什么讲说赖清德是 对台湾的和平是 很大的威胁是一个 甚至是一个恐怖分子 那道理就在这里 就是说赖清德会给台湾 带来相当的不确定 两岸相当的不确定 但是王毅川昨天说 你会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你不敢讲说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够清楚了吧 所以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我什么时候讲过台湾 中国的一部分 乱讲啊 他这个简直是乱栽赃 对不对 我什么时候讲过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那柯文哲昨天 王毅川还有说 为什么老是拿王毅川 不要拿他来侮辱我 我不想回答他的话 王毅川算什么东西 这是他是谁 对不对 你怎么老是拿王毅川 你拿赖清德的话 或是这个柯文哲的话 来问我还可以 对我是大的羞辱 好 那么我们持续来看到了 这个赖清德 他讲了这个护国神山 当然他讲中华民国 那他说他落掌宪法两字 是口误 但是无论如何 他还是被外界批评 那赖清德今天 白天受访的时候回应 中华民国宪法 没有九二共事 侯友宜把这两个混为一谈 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自己老家的争议 被质疑 没有说清楚 讲明白 他今天也反击了 他说柯文哲 对于自己的农地问题 也都没有回答清楚 我们继续来听听 何友宜市长主张所谓的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事 问题是在于中华民国宪法没有九二共事 更何况九二共事已经被中国诠释为一国两制 如果把九二共事跟中华民国宪法混为一谈 这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证件发表会上 他第一次提出来把中华民国宪法跟九二共事混为一谈 而且说成是中华民国的复国神山 我认为这种说法对台湾是危险的 那另外未来我当总统的话 我当然是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 还有现有的法律在推动国阵 这些都通通都是没有问题的 辩论会上面你有特别提到说 是支持公开高端的采购合约 那会呼吁警官署可以公开吗 另外因为侯友也提议说 您是副总统其实现在就可以揭秘 那也包括陈时中其实过去有说过 说报存三十年是经的情况 也似乎是没有公开的密友 我的态度很清楚 人民有知的权利 忽然高端公司跟政府有签订合约 但是这个合约已经经过立法院调约过 而且监察院也已经检查过了 这个时候公开 我觉得这个是符合社会的公益 我这样的立场不会改变 老家的部分呢 那个2003年 我想40查合中心已经证明 就是现在房子的位置 就是我父亲留给我们的公鸟的位置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那因为房子年久失修 有一度到断壁残垣 那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修建完成 柯主席 我对他们家土地的问题 他也没有回答 柯主席其实很清楚嘛 因为如果说这块土地 是15年前 你爸爸妈妈帮你 构格的 那你已经经过15年 94财产申报 那你怎么可能说都不知道 那第二个 如果这块土地真的是要买来帮你来开业用的 那你为什么是买农地 而不是买建地 第三个是 你如果要回去开业的话 那为什么是合伙 那如果你只是要买农地 那你为什么又把它辟建为停车场 社会上的质疑的这些问题 柯文哲市长 柯文哲主席 通通都没有回答 来看由书会脸收发文 说十月底跟侯友宜呢 到这个城隍庙 还有这个宁萨夜市拜票的时候 那当时侯友宜介绍 跟着跟长庚太太过去约会 时候的哪里吃饭啦 什么的 他就觉得说 其实他就跟侯友宜建议了 你可以带太太一起来啊 年轻时候一起吃的地方 那现在一起来也感觉不错啊 那么也让大家来看到说 你们两个不一样的互动一面 他说不要啦 我太太我比较怕尴尬 那他说其实很多太太都会帮忙复选 先生做错事的时候 太太也出面原谅 他说但是侯友宜呢 已经要选总统的人了 还是把太太的感受摆第一 因为太太就是不想面对镜头 他也尊重 他觉得这样子很棒啊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在这个辩论会上 侯友宜这是获得很多的好评 而中评社有提到说 侯友宜在辩论会上 就有提到中华民国跟台独议题 就猛打收到不错的成效 那么现在有些县市 有一些票盘松松的现象咯 因为大量运用的是这个台语哦 那么比例也是高过于 赖清德跟柯文哲 所以南部民众觉得说 哎还蛮亲切的 中评社也认为说 其实侯友宜的这个攻防节奏 哎这个掌握的还不错 尤其呢他的语言 也是可以这个打另外的这个票牌 那么另外还有包括的是 他说有一些候选人 很喜欢节外生枝 还要来掌握的是 唯一场的总统议论会 就在昨天的下午举办 那么侯友宜呢 他也特别喊话柯文哲了 推动新台湾政治改革运动 相信柯文哲扮演重要的角色 很像递出橄榄枝哦 那同时呢 柯文哲的眼泪 到底是因为民进党呢 还是因为其他呢 他也说希望你勇敢往前走 赵若康就认为说 民众党的确有很多人才 未来当然是有机会可以组成联合政府一起合作的 但是对于柯文哲说 中共来帮侯康佩做民调 现在赵若康他觉得不行哦 他这句话不OK 他说柯文哲的抹红 有点太无聊了 不能说气科啦 是呼唤柯文哲一起合作 那实际上这个不是今天才讲的 之前就讲过 侯有讲过我也讲过 那特别是民众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那大家都欢迎 而且柯文哲之前也喊出要组联合政府 所以那既然如此 大家有志一同 要推内阁制 要组联合政府 那大的政策方向都一样 那这种情况之后 当然要集中选票 谁最可能胜选 谁最可能当选 就要集中力量来支持 那昨天在辩论会上 柯文哲说 中国帮侯康佩来做民调 然后今天他们又要召开记者会等等 又要指控说 这个是帮助侯康佩 那会觉得他要在抹黑衣 很无聊 我觉得柯文哲自己 被人家抹红的时候很不高兴 那他抹红别人的时候 那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而且很无聊 那北京要做什么事 中共要做什么事 我们真的不知道 也防不胜防 我也相信 民进党的彻翼 在最后 因为大概就礼拜二之前 能够公布民调 只剩下两天了 一定会公布 说什么赖消费 大幅领先 超过我们十个百分点 超过十五个百分点 都可以 大家不要相信 这就是都是彻翼的烂招 那至于说 到底哪些民调可以相信 哪些民调不能相信 我觉得就是你看 长期做 有公信力的 每次呢 这个特别是封关前的民调 跟选举结果 比较接近的 就相信这个就好了 台湾没有几家 算算大概就是那么两三家三四家 台北市港湖区 哇这立委选战 选得非常的激烈 那么李燕秀呢 对于对手高家瑜 指控说 侯友宜的逃税说 那他说呢 侯伴已经要对高家瑜提告了 那另外还说 他认为高家瑜呢 是在蹭声量 因为就怕自己的民调 第一起不来 所以用抹黑造谣的方式 他说这并不是港湖地区的 选民所希望的 那现在呢 高家瑜一听 立刻再跳出来反击 说李燕秀一周两度找 这个侯友宜来站台扫街 代表是你的选情比较紧张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整件事情 侯市长已经提告 我觉得在选举最后阶段 用造谣抹黑的方式称声量 我觉得这是羞辱民众的智慧 这也不是港湖区民所要的 这不是因为说 好像民调的部分 就是您是超过高家瑜委员 是满足的 所以高家瑜委员 目前可能是有点紧张 从数分民调看起来是如此 但是我觉得选战没到最后 我还是一步一脚印 争取每一票的支持 但是可以看到就是 选战到最后 有些候选人急了 然后用造谣抹黑 称声量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 反而会乱了 自己的选战的节奏 我想真正选情告急的 应该是李燕秀吧 李燕秀不断的 透过国民党的发言人 对我攻击跟抹黑 包括我在立法院问证 质询的次数跟成绩 都比李燕秀优秀 但是他还能够睁眼说瞎话 包括李燕秀 在这个礼拜里面 两度找侯友宜来站台 就可以知道 其实李燕秀的选情 非常的紧绷 透过攻击抹黑 跟不断的找侯友宜来 拉台自己 但是我相信选民 其实看得非常清楚 也非常有智慧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艺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监控喔 有额外的监控喔